Mu 在場改造特殊老闆娘們注意啦 妳印象中有沒有覺得 女官非常特別的有沒有 化起妝來打扮起來 應該會不錯的 有沒有想到 沒錯啊 沒錯 我拿不到 我拿不到 你出來一下好不好 拿出來了 中計了 好不好吃 我的天啊 除了好吃的牛腱之外 媽媽的味道 拍手 家鄉的味道 不要... 不要... 你不要吃啦 不要... 不要... 不要切這麼少啊 好... 張克凡有不放棄的音樂夢想 好... 我今天想要張克凡還要改造了價值的 請斌生老師舉手 五... 五... 四... 三... 二... 五... 五... 四... 三... 二... 從圓圈的93.1公斤 整整瘦了6.4公斤 距離8片目標 還有3.6公斤要挑戰 在這緊急的時間內 又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 為了能讓張克凡更加的進步 本週老師們將給予張克凡的考驗 就是走進人群唱歌給大家聽 從來沒有在街頭表演的張克凡 他在首次街頭演出 能否得到觀眾的支持呢 大家好 本人有沒有比電視上面瘦一點 有 有 比較大聲耶 有 喂 小時候有聽過我的歌的請舉手好不好 小時候 講到小時候有一點傷害 這樣子舉手的都知道你們是六年級的 七年級的舉手好不好 首次的街頭演唱 考驗著張克凡的實力與人氣 他能以最真誠的歌聲 打動台下的觀眾們嗎 他們 一起來 中文字幕曽掌聲 為了 歌聲 深層 演唱 好 謝謝 歡迎我的EP的請接受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太好了 謝謝 欣賞觀眾的支持 當幾個禮拜以來 始終緊繃省境的張克帆 終於露出笑容 而緊接著等待他的 就是殘酷的體重變瘦 緊緊緊緊緊 好 86.1 完全沒有動 為什麼體重 沒有動靜 沒有動靜 當你指定嗎 你先給他 先給他 這就是所謂 簡訊就是害怕遇到的 停至期 下個禮拜就要定裝派封面耶 蛤 你看他完全沒有瘦耶 夭壽 沒想到 沒想到 第三周的體重 竟然毫無動靜 張克帆的體重 命令了可怕的停至期 因此製作單位決定加強訓練 技術魔鬼說聲計畫 距離最後驗收日 只是幾天 張克帆能夠全力不甩掉 最後的三公斤嗎 你要旁邊的兩座 剛剛都說 愛的八手 愛的八手 不是 我們不需要愛的八手 我也不希望他在我身上 幹嘛一直跟著我 在七天之內 必須瘦下三公斤 第一次製作單位 將更嚴密地監督張克帆的運動成效 今天他將挑戰三十分鐘來回游泳 製作單位絕不放水 都讓張克帆身上的肥肉無所遁形 但是偷懶成性的張克帆 會乖乖接受任務 遊玩三十分鐘嗎 從天亮遊到天黑的張克帆 展現出匕首的決心 終於完成這次的挑戰 回去應該可以高一個Key了 在僅剩的幾天內 本身達不到標準體重的張克帆 也只能把握時間努力地運動 希望能在最後關頭 甩下剩下的三公斤 而一個月的獸身期限 終於來到最後演出日 邁開沉重的步伐 一個月的獸身成績即將揭曉 張克帆究竟能不能順利發片 還是期待將會落空呢 關鍵性的一刻即將來臨 好 好 好 多少 為了能再次站上音樂舞台 為了能再唱一首歌 經過一個月的努力 憑藉著對音樂的熱愛 張克帆始終沒有放棄 面對最後的考驗 張克帆能否堅持到底 完成他人生最大的夢想 得到發行專輯的唯一機會呢 藝人的工作呢 以取樂大眾為己任 那取樂的方式有很多 我們可以用搞笑的方式 可以用唱歌的方式 用各種可能的表演 有人雜耍 有人特技 那張克帆選擇了從歌藝 轉成了搞笑的方式取樂大家 剛剛他其實從他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說實在我非常深刻的感受 他真的很愛歌 很愛唱 對 剛剛同事隊友現在賢哥 你落淚的原因是什麼 你怎麼哭了 他哭了好久 為什麼 你看很殘忍 馬國以前怎麼了 這樣我也會很想哭 沒有 他可能是因為 因為我們都是從那個時期起出來的 然後 他可能感同身受吧 然後在這麼多年裡面 然後他每一次又一次的 跟克帆 聽到克帆跟他說 我可能要發片 但是又沒有 但是克帆是真的很愛歌 對 他一直想要發片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圓整個夢 他一直很堅實 那我也知道他很堅實 可是那時候我們也討論很多 就是說 你聲音當然還是好聽 因為你的聲音版就好 可是你有沒有考慮到說 市場的接受度 可是一直以來 我說實話 線上所有的男歌星 克帆是我真的是滿喜歡的 我真的是很喜歡他的聲音 因為剛剛看到的真的是 堅持跟態度 這兩個名詞 是這樣 比如說剛剛看到的 比如說他有街頭演唱的部分 他去到街頭了以後 還跟人家哈啦說 你有沒有聽過我的歌啊怎麼樣的 我們講的比較直接一點的 就變成說你是賣著老臉 然後你去街頭 去做這樣的測試喔 我覺得那個是給人一個 滿挫敗的一個 對… 非常會有一個挫折感 那個信心會 頓時之間好像都沒有 接下來我想看他怎麼受的 接下來又受了什麼樣的磨難 剛才在最後 最後總驗收那一天 總驗收那一天 打了一個問號 到底最後瘦了幾公斤 完成整項任務好不好 精采的第三段VCR請看 張克帆避經了許多辛苦的減肥過程 面對許多從未不曾有過的考驗 他放下針斷 盡力地完成任務 在出道二十年後 張克帆從偶像成為諧星 但心裡面渴望的 仍舊是那條不想放棄的音樂之路 經過漫長的三十一天 他的努力成果 今天即將揭曉 來 歸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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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鏡到底 來 多少 82.9 這幾個 這幾個沒有做掉 好 恭喜 恭喜 好 太好了 恭喜 你怎麼受得 怎麼受得 對 這幾個很辛苦 好 有沒有想哭的衝動 老實說是為了音樂的堅持 為期三十一天的減重時間 張克帆從93.1公斤到82.9公斤 總共減下10.2公斤 達成瘦身目標 製作單位將為大發行個人一批 我們請蝦紅人為你量身訂到一首 完全是量身訂做的歌 可是這首歌呢 要跟你現在提供 非常高的觀點性 所以不算我們要強迫 來聽一下這首歌吧 再有demo 來 請坐你們坐 好 來 一起聽一下 這樣就好 對 這邊有歌詞 這demo聽一下 蛤 很有趣的歌名對不對 再不透露 拿到歌詞的這一刻 張克帆顯得緊張又興奮 相信此刻的他內心百感交集 聽著老師們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 張克帆沒有想過 還有機會能再度拿起麥克風 再唱出一首真正屬於自己的歌 昏迴許久沒有錄音的張克帆 也提早了一個小時 來到錄音室 把我僅有的時間加緊練唱 神情似乎相當緊張的張克帆 終於再度踏進昏迴已久的錄音室 已經 十年沒有踏進配唱室 以前常常進配唱室的時候 都覺得很理所當然 現在沒有想到就是 要這麼努力才可以再進來 這一間房間這樣 對啊 帶著緊張又雀躍的心情 張克帆在經歷十年後 終於再次得到錄音的機會 在觀上人的這一刻 他的心中充滿了無比感動與喜悅 正式錄音的這一刻終於來臨 許久未曾配上的張克帆 能夠達到製作人的要求嗎 沒想到 就在錄音經過了三十分鐘後 張克帆的聲音 既然出現了狀況 昨天是因為有 有上通告的關係 有先唱的 有先講話 因為現在整個 高音是鎖住的 可是你說真的 主歌的部分 也沒有 是的 好 這是第一 回來嗎 好 聲音狀況在經過調整之後 張克帆繼續地配唱 但是 連想到在唱幾個小時之後 張克帆的聲音 卻再度出現問題 好 就這句了 好 十秒後 你聽一下喉嚨 因為這個 那個你一定不能 一定不能有 撐住的感覺 不然的話就會變得不好聽 由於幾天前的工作 影響了張克帆的 聲音 高音的部分始終無法唱到完美 越是急著想把歌唱好 張克帆的聲音狀況 卻越來越糟糕 因此製作人 決定在此時中段錄音 各位吧 我真的覺得你現在 一點都不誠懇了 然後 因為我們很清楚地知道說 這個歌就是要 就是要直接聊當的一個 單純的情緒 那我完全聽不到你聲音裡面 有任何的 一失誠懇的成分存在 真的還是過於油條的 你要不要沈澱一下你的情緒 對 不然的話 這樣子唱下去 其實都是白搭 沒有鬼可以用啊 我們現在剛剛唱了幾個小時下來 沒有可以用的 聲音唱不上去是一回事 可是感... 只是你聲音的表情 跟感情的投入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現在聽上去了 但是表情跟情感 也都沒有進去 雖然很努力地想把歌唱好 但是聲音與情感的表達 仍舊達不到製作人的要求 對自己期許甚高的張克帆 此時也感到相當地沮喪 太...太久沒有唱了 可是說這些都非常的... 就是...太... 我好像... 好像自己根本從來沒有錄過音這樣 然後... 然後... 又緊張 然後... 就是... 人一緊張高音根本上不去 一度都懷疑著... 這個歌我到底... 可不可以升任這樣 因為它要有一個... 很... 很... 直接的感情 我這些年都... 當諧星當怪 喜歡鋪梗 忘記了... 對... 很直接的情感 對... 最真實的感動 對啊 所以... 要調整一下自己 我是錯的真的沒錯 對啊 但我相信我還是做得到 對啊 從來沒有想過 在唱歌是如此困難的張克帆 對自己不如預期的表現 感到自責與懊惱 但是他知道自己只有這一次機會 他知道自己不能認輸 他沒有忘記 自己有多熱愛唱歌 如果還是去記憶以前的事情 想要重現當年的事情 這個在現在絕對會失敗的 他說我真的看不懂你對於唱歌 這麼有氣什麼 我是沒有感覺到 這是一首老歌 可是完全沒有被... 覺得打動的心情 對... 其實我還是一直很懷疑他的 他... 想說這個... 這件事情 那個... 決心... 決心 對... 你說你真的確定 你還想再唱歌嗎 克帆 我還想啊 對啊 想要繼續唱歌的張克帆 這樣的信念始終不曾動搖 當音樂坐下 他知道自己背負著所有人的期望 戴上耳機燃起決心 在沉澱過後 張克帆能否用最真摯的心 大聲唱出令所有人感動的歌曲呢 這是一個面子跟李子的戰爭 你到底要在乎的是什麼 錄專輯有這麼難嗎 可是你真的太在乎的時候 表現就會失常 克帆對他自己本身的歌唱 他的技巧我覺得是非常有自信的 可是因為你要想到你這十年當中 你不是每天在磨 那你... 因為你也轉行當諧星了 所以很多東西我覺得是被遺忘的 像他我剛剛這樣 聽那個老製作人在講 我就感覺到說可能是 他情緒上有些東西他忘 沒有辦法表達出來 今天他的專輯經過重新 把單曲EP錄出來之後 我們也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專輯EP的封面 各位先生 來了 現在凌空而降的這個 就是他這一次專輯封面 我相信各位 現場的四位見證的朋友 以及所有支持他的 支持張克帆這位會唱歌的諧星 他能變成一個什麼模樣 這樣的專輯封面 是不是讓人耳目一新 馬上為您揭曉 1 2 3 開始 好 好 堅持 音樂的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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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喔 真的很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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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覺得這樣 這才是 這個才是我 20年前 我覺得應該 要變成張克帆的樣子 你怎麼這麼感動 你害我又要哭了 你有沒有看到他專輯這首歌的 抬頭 我只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瘦瘦瘦 他說 他回歸到 他把他之前曾經在那個 螢光幕前 把他往下走 不是 其實他有一個故事 就是那個時候 我跟他說 你現在會有很好的成就 所以我們不要在一起 他說其實我不是 我只是一個很普通 瘦瘦 就是很一般的男生 所以我們不用分開 但其實不是這樣 真的歡迎張克帆 張克帆 張克帆 睽違歌壇十年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只是一個渺小的男生 不知道你是否能看見 真摯的情感 別錯過深情的張克帆 真的歡迎張克帆 真的歡迎張克帆 我高高的 我高高的 但是瘦瘦的 但是瘦瘦的 要細細的 臉笑笑的 要細細的 臉笑笑的 遇見你了 遇見你了 是我喜歡的人 是我喜歡的人 不知道你會不會討厭 我沒有什麼 我把手臂連出了 只為了讓你好燙一些 我把真心臉裝了 只為了背著你奔跑不為了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只是一個渺小的男生 不知道你是否能看見 我愛你的那一面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一直等待你的人 如果我不是你選擇 沒關係 我只是個瘦瘦的男生 我高高的 但是瘦瘦的 但是瘦瘦的 要細細的 臉笑笑的 一直以來 我最喜歡的人 不知道你會不會討厭 我沒有什麼 我把手臂連出了 我把手臂連出了 只為了讓你好燙一些 我把真心臉裝了 只為了背著你奔跑不為了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只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不知道你是否能看見 我愛你的那一面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一直等待你的人 如果我不是你選擇 沒關係 我只是個瘦瘦的男生 我把握手臂連出了 只為了讓你好燙一些 就那麼一鮮鮮 我把握手臂連出了 只為了背著你奔跑不為了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只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只是一個渺小的男生 不知道你是否能看見 我愛你的那一面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一直等待你的人 如果你選擇了我 因為你 我不是個瘦瘦的男生 我看到我 一個女生 我好不會 送客帆 掌聲鼓勵 素 ano 好帥 好 Koch ank 你好棒喔 Head我跟你講 H Ambassador 好棒喔 Head Soul 張克帆 張克帆 全球首發電視單曲演唱會 我相信剛剛那是一個 非常好的感受 我聽到了張克帆 二十幾年前的樣子 我感受到那個感覺 有畫面回來了 其實你知道 因為我很喜歡看他唱現場 然後有Live那個BANG的感覺 你知道 剛剛就是這個雞皮疙瘩 一直在起來 所以我覺得他的第二春要起來 第二春要起來 來 環環 在二十二年前我就知道 我很少在節目上面誇獎一個人 很少 但是剛剛克帆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我看得出來 他的那個真誠的一個態度 尤其他在歌曲之當中 最後那一趴讓我感動到 克帆真的加油 他剛剛演唱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個感覺 真的都回來了 我們也祝福克帆 能夠有好的發揮 能夠讓我們觀眾朋友們 再一次看到他的唱歌 我今天要謝謝 所有的朋友 真的給我滿大的鼓勵的 也謝謝你自己的努力了 回來的東山再起的 張克帆 張克帆歷經三十一天的減肥苦難 成功受下十公斤後 接下來就要正式為專輯造型 進行定裝 髮型設計部分 我們請來合作過 無數大牌藝人的髮型師Lennie 為張克帆打造完全不同 以往的帥氣模樣 由於專輯所書形風格 因此在整張造型上 造型師小禎選擇 米蘭風格的長反封衣 希望為張克帆重新打造 深情王子的形象 他該十二一位男家 幫我看 造型決定後 緊接著張克帆將進行專輯封面的拍攝 距離任務開始至今 長達一個多月的瘦身努力 張克帆的臉上看不見皮態 反而從他的笑容中 看見了不同以往的自行 好 好 好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只是一個渺小的男生 對… 不知道你是否能看見 為了能讓表情更加的自然生動 專克帆在現場 不停反覆唱著這首屬於他的作品 而在拍照進行過程中 建銀老師也特別前來談判 每個細節都親密親為的建銀老師 也讓我們感受到 他對這張專輯的用心 長達四個小時的認真拍攝 張克帆仍舊投入地唱著歌 眼前的他 已經不是綜藝圈的搞笑諧星 當年愛唱歌的巨星 終於回來了 最後的混音過的成果 然後希望這首歌 就是不管是在唱的方面 還有這個混音後整個音樂的表現上 都能夠由我們當初的堅持 就是能夠感動每一個聽到的聽眾 這樣 在所有老師的努力下 專輯的製作終於到了尾聲 這首輝塔良真訂做的單曲 會帶給張克帆什麼樣的感動呢 從張克帆的臉上 我們看見了他的期盼 努力了這麼久 張克帆終於再次成為一個歌手 我是一個瘦瘦的男生 一直等待你的人 如果我不是你選擇 沒關係 我只是個瘦瘦的男生 聽著這首歌曲 內心百感交集的張克帆 泛紅的眼眶也讓我們感受到 即使當了多年的諧星 他仍舊沒有忘記 自己有多熱愛音樂 有多喜歡唱歌 我的天啊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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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 除了好吃的牛腱之外 媽媽的味道 拍手 我們市場就是 中外人情味 家鄉的味道 不要... 不要... 你還吃啊 不要... 不要... 明星看賣了素人大改造 在上週的夜市特首改造計畫中 一張張不可思議的美照 著實令人驚豔 而本週的主題 菜市場老闆娘大改造 就是要讓在菜市場工作 沒有時間打扮 辛勤的老闆娘們 有一次美麗變身的機會 精采可奇的改造PK賽 保證今天的內容絕對真實 絕無黑箱作業 過程精采全輪 為輔神功的改造計畫 Reaction 歡迎觀眾朋友 這次我們找的地方可厲害了 今天是往市場去挑戰 是 你找的是什麼市場 南門 南門市場 這是內行才會去 厲害 你呢 詠君市場 你在哪裡 我找的市場在我們 天母這一帶 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標 市東市場 今天評審奇怪了 人多勢眾 一個比一個還厲害 男的帥來 女的翹第一位 當然是我們的博人選 用力歡迎 NONO 大家好 Oh my God 又讓人 又到了令人期待的這個比賽 大家要加油好不好 今天來看一下菜市場之花是誰了 好 沒問題 好 第二位當然是我們美的代言人 有了他在 他在評比任何一個美的感受 都會讓您战惡金剛 摸不著頭緒的這一位 歡迎Kevin老師 歡迎 又見面了 Kevin老師 大家好… 我每次來這邊當評審 我回去之後 就會接到很多好朋友的電話 他都形容一些吃的有沒有 什麼地中海 什麼邊邊又是什麼東西 上次那個什麼茶來的 薰衣草奶茶 然後再加上薄荷酒 現在夜市都在賣仿帽的 真的有了 有咖啡店真的要做這個了 介紹 青梅竹馬的四位成員 歡迎洪曉玲 林瑋鈞 楊盈 GINO 哈囉 大家好 瓜哥好 董哥好 我在青梅竹馬裡面是演青青 然後我跟 演欣欣 欣欣 欣欣 因為青梅竹馬 是一個動物園的名字你知道嗎 太突破了吧 這次演欣欣 下次就演場景錄了 我跟你講 好 請成哥 我第一次來當 中日大精彩的特別來賓 然後你這樣子嘲笑我 下次歡迎 幾位評審來幫我們好好評論一下 歡迎大家 謝謝 好了 今天呢 我們是菜市場之花 馬上首先第一個案例 我們就要從黑人那邊開始 我就要打頭陣了 南門市場 畢竟 南門市場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碰到的滿順暢 我們來看看南門市場 發生了什麼樣的奇蹟 請看 南門市場來囉 看來今天是滿早起的 不過為了這一次的任務呢 我要保持不敗 今天黑人選擇位於台北市這間 專門販售各式南北貨的南門市場 他們在這裡順利找到改造對象嗎 等一下 第一攤最重要 老闆娘 你好 嗨 妳來一下 妳來一下 妳來啦 妳來 妳來啊 幾點上班的 我七點啊 是不是很辛苦啊 哪有,還好啦 老公沒有陪妳來哦 沒有啦 每天都陪我啊 他每天要帶我來這邊啊 是真的陪嗎 真的陪 真的啊 沒有,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工作很辛苦 最近一次跟老公 不要講那個好不好 我說什麼 我要出去看電影耶 沒有 沒有,你吃起來很那個 我好害怕喔 好 妳想不想變漂亮 當然想啊 我覺得妳真的不錯 妳眼睛好大喔 我來看一下 還好 妳長得有點像范小萱耶 會不會太誇張 妳要看起來比較漂亮 妳要年輕的不就是好啊 妳頭髮可以放下來 給我看一下好不好 給我一個機會放下來 給我一個機會放下來 可以耶 妳可以變漂亮 我都會 我會碰妳一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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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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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一個燈圖子 當天拍照 妳就穿著南圓的圍兜兜 裡面什麼都 嚇妳 怎麼可能啊 我們瘋了啊 我們怎麼可能這樣 黑衣人 我們確定我們都沒瘋 但是我想妳應該瘋了 嗨 嗨 妳好 請問一下 是老闆娘嗎 對 沒有啦 妳來 妳來 妳來一下 讓我從香腸之中看妳 素顏蛋皮膚不錯耶 站出來一點 在這邊服務多久了 22 20年左右 我們來幫妳改造一下 是 讓妳的業績 因為這一集 全華人都知道 有這麼漂亮的老闆娘 謝謝啦 好啦 可以了 好嗎 好 你們覺得好不好 好 請跟鏡頭說我願意 來 現在計時幾分 20分鐘 20分鐘內 已經有人說我願意了 曾國城 陳奕榮 恐怕只有在妳心裡 因為你知道我太早完成任務 還是要做一些 妳知道街房花絮 蛤 蛤 太帥了 這是妳嗎 Bye 沒想到這位老闆娘 竟然二話不說 答應接受改造 這會是黑人今天 一個好的開始嗎 等一下 妳來一下 分進何急 妳從那個隧道走 我從這邊加急 好不好 Let's go 請問一下 妳想躲去哪裡 沒有 可以請問一下今年歸根嗎 才28 老公在哪裡 老公 老公在哪裡 老公 老公 老公妳來 老公 老公妳來 老公 這家店跟其他家不一樣 這是家族事業嗎 對啊 從我一年開始賣到現在 開多久 這家店開多久歷史 快六十年了 六十年 掌聲鼓勵一下 老婆妳覺得她 長得有沒有明星臉 有 有明星臉 大聲講出來 老婆長得像哪一位 大聲講出來 老婆像誰 Hippie 我看一下 Hippie Hippie Yeah 要不要真正變Hippie一下 想不想真正變Hippie 想 接下來黑人這位 外表神似Hippie的老闆娘 也在黑人的說服之下 答應接受改造囉 這邊專門賣包子的嗎 對 有沒有賣肉包 有 我最喜歡吃肉包 一個多少錢 一個十塊錢 好 等一下 我先試吃 我幫妳推薦一下 我找不到 我到不了 你所唯一的 將來的美好 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包子 吃到包子啊 我吃的包子 吃了好幾家 我一口下去 我沒辦法離開的那個瞬間 就是因為 我想再吃第二口 我找不到 我到不了 你所唯一的 將來的美好 你的手借給我一下 我可以 因為這個包子 對 我本來想要親你 但是 我最近在節目上親吻 實在太頻繁了 受到嚴重的警告 讓我這樣子 我們兩個對看 來親吻 這樣就代表我親你了 這個黑人啊 今天需要來找老闆娘 進行改造 不需要你來打情罵俏的 快人找人唄 你是 老闆 老闆 老闆娘 坐 你坐 你坐 你好帥喔 牛腱怎麼賣 牛腱一斤五百 牛腱一斤五百 牛腱一斤五百了 對啊 好吃的嗎 要不要吃吃看 老闆幫我們切一下牛腱 好… 牛腱嘛 牛腱對 牛腱來 來咧 不用切太多 我先吃一塊看看 餵我 慢慢餵嗎 慢慢餵 真的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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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像餵我好像你一樣 餵兒子 他餵我 你餵我 我不要 你餵我 好 好不好吃 媽媽餵小朋友 對啊 我的天啊 除了好吃的牛腱之外 媽媽的味道 拍手 我們市場就是充滿人情味 家鄉的味道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沒關係啦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切這麼少 而這位賣滷菜的老闆娘 雖然沒有意願改造 但是大方 而且親切的招待大家 實在很感興奮喔 這一家店有名的嘛 有名的 有名的 裡面都黑人了 你好… 你們是他 因為我… 是老闆嗎 老闆 不是這個老闆 老闆在那邊 老闆娘 這個看一下 剛出爐的 熱湯湯 老闆娘在哪裡啊 老闆娘 不是你嗎 大家都只你 老闆娘 你那有挑來的習慣喔 太漂亮 這是什麼糕來著 鬆糕 鬆糕 超好吃的 不用去飯店吃 我們菜市場這邊 你知道 因為上海中海有一家 有名在圓山飯店 對 這個就是圓山飯店 那一種集數的 好好吃喔 你好 我沒口真的啦 老闆我只是想打聽一下 這邊哪邊有漂亮的 老闆娘 賣魚丸的 他形容一下 他是怎麼樣的女生 聽過了一番稀鬧之後 終於在豬肉湯老闆指引之下 找到這位 願意接受改造的 魚丸店老闆娘 黑人也決定 暫時將他保留 嗨 無價 老闆娘在哪裡 這是老闆娘 你平常都已經很漂亮了 謝謝 妳口紅是為誰擦的 我要為你們擦的 但他平常都有美麗的這個打扮 我覺得改造落差不大 因為妳太漂亮 我的眼睛 我看到隔壁攤 隔壁攤有一個也滿可愛的 真的喔 那個美少女 美少女嗎 美少女 沒有啦 美少女 沒有 人家叫妳美少女 沒有啦 是在那邊而已 妳在那邊工作多久了 大概很久了 十幾年了吧 結婚了嗎 還沒 那不是太好了嗎 為什麼 不然我練之後問 有對象了嗎 說真的 還沒對到 原本還沒到 在黑人不斷的死纏爛打水服之後 這位賣菜的老闆娘 也終於答應接受改造囉 今天的菜市場老闆娘巡人過程中 黑人最後找到了這四位 願意接受改造的老闆娘 而最後黑人選擇這位 28歲的南北雜貨店老闆娘 她能成功變成Hebe嗎 其實還真的有幾分神勢啊 對 其實說實在的 在市場看妳把妹還滿好玩的 對啊 有時候妳還不只把妹 還把姐把阿姨 把奶奶把什麼的 我就滿厲害的 什麼都把 今天看到這一位 妳最後選到Hebe 對 因為她本身呢 我覺得 其實壓抑滿久的 歡迎一下她的妹妹好不好 接著她的家長 家裡面的成員 妹妹乙琳 歡迎乙琳出來好不好 乙琳歡迎 你好 乙琳好 來 這邊請 乙琳你好 老公有來嗎 老公有來 為什麼會躲得不見 老公你也來啦 來 老公來 老公先講一下 你們那家店真的維持多久 從一開始到現在 快六十年 快六十年 你是第二代第三代 第三代 第三代 爺爺開始做 爺爺一百歲了 聽說你管得很緊是不是 還好 不會 什麼還好 這邊資料上顯示說 超緊對不對 什麼 只要穿了會露出手背跟大腿的衣服 都不能穿 出去在外面 會不會短裙什麼的 你看過最 都可以 現在都可以了 跟我們訪問你都可以 沒有訪問你都說我都不行 今天會有不一樣的思維 來 我們就跟你的姐夫 現在站到那個地方去 好不好 準備了 好 雜貨店老闆娘化身成為 氣質的高雅千金 各位準備了 準備好 請相信你所看到的 1 2 3 1 2 3 她希望有另外一個春天降臨的感覺 好性感 性感 而且好意外喔 意外哪裡 就身材好好喔 身材很好 好 再謝謝老公的照顧 很漂亮 哪裡漂亮 全部都很漂亮 這張照片裡面的這個女生 她這種這個角度仰望 感覺上好像是那種 21年以上的純麥的威士忌 清灑在身上 那些形容很棒 清灑在身上 對 因為那種 你知道那種威士忌 真的很棒的威士忌 帶著淡淡的薄荷 那種琥珀的顏色 就像陽光一樣這樣灑到身上 那種成年 非常香的感覺 我完全能體會的感覺 真的 Oh my God 甜蜜甜喔 Oh my God 套這個Kevin老師的形容詞 它就像一朵 深埋在地底許久的松露 被一種知名的商人 花了大把的鈔票 去把它找尋出來 讓他感覺他是西式的珍寶 Oh my God 南北貨現在已經開始慢松露了 國際化的操作 Oh my God 女生看女生的感受如何 令薇君 剛才看她在店舖裡面 是一種很純樸的感覺 可是這張照片 她有一點點看出那個貴氣 對 就是她整個人 就是散發出一種千金的貴氣 然後因為加上她的整個肢體跟表情 看起來就好優雅喔 我們請她本人出來好不好 歡迎一下我們今天的千金老闆娘 歡迎陳景榮小姐歡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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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可能是賣南北貨的 財市場大探美食 訓練任務創好賴蛋 包高麗菜的啊 那些真豐富哦 你好像那種地頭有沒有 地頭蛇流氓 然後每一攤收東西這樣 歡迎一下我們今天的千金老闆娘 歡迎陳景榮小姐歡迎 嗨 嗨 嗨 你怎麼可能是賣南北貨的 這邊請 哇 我的媽啊 今天妝畫得很好耶 老公平常管你真的是管你的眼 一點點啦 今天鄉間小露了一下 對不對 其實有這個條件 對不對 尤其你妹妹都說 原來你這麼有料 對不對 身材亂好的 看看你自己的照片 絕對會讓你非常非常的開心 來 這裡請 陳景榮 來 準備囉 在轉頭以前 提醒你要有心理準備 她非常的緊張 因為她背後全部都泛紅了 你知道嗎 好 來 準備看看 你如何化身成典雅的老闆娘 預備 一 二 三 請回頭 漂亮 結婚 結婚兩年多了 有一個小孩了 說不出話來了 說不出話了 已經空白 你是不是覺得你來對了 對 我覺得啊 你的公婆看到這張照片 一定會以你為榮 真的 你覺得他們有一個好 全是菜市場最正的媳婦 菜市場之花 對 來看一下第二張美照請看 就在水裡了 水裡 不是在水裡嗎 在水裡啊 在水裡啊 浴缸啊 這個就厲害了 這個女王風復仇的感覺 你個人比較喜歡哪一張 比較喜歡哪一張 第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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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你滿驕傲的 老婆今天拍這樣的照片 很驕傲 你今年幾歲 三十歲 才大兩歲 才剛開始 有人生三十才開始 成家立業了 孩子也有了 真的是相信是最令人羨慕的一對 好不好 好 再次謝謝老公 謝謝景榮 謝謝 本集代表黑人的景榮 懷著緊張和不安的心情 來到了拍攝現場 第一次拍照難免緊張 但是擔心拍照尺度 不被家人接受 才是讓他不安的主因 考慮到景榮的尺度問題 改造團隊在拍照前 臨時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 希望能將拍照的成果 表現得兩全其美 開會結論 我們以高雅氣質風為主 試著將景榮 打造成名媛千金一般 一襲黑色斜肩禮服 是第一套的服裝 一切就緒後 拍照馬上就要開始囉 傳統保守老闆娘 變身全紀錄 拍照才開始 景榮肢體上就遇到挑戰囉 放輕鬆 放輕鬆 我會幫你動 這種簡單是要 然後你等誰 肢體比較僵硬的景榮 這個姿勢 對他來說 可以說是一大挑戰 等一下 手在身後面一點 你的人 其實他的重... 人是往右邊一點 上半身往右邊 躺進去一點 看到整個團隊 努力的幫助他 景榮也忍著身體的痠痛 努力達到攝影師的要求 拍照我已經越來越高 好 頭腳再踩高一點點 對 對 你的雷 好 好 改造後 竟榮由傳統老闆娘 化身為氣質出眾的美女 攝影師對第二套拍照 有什麼想法呢 第二套我確定 因為它既然有這麼大的入口 這麼大的感覺 那我就放一點水 讓其實女生會支持 平衡心思想 碰到水 藉由這個熱血的溫度 希望她的身體變成一點的髒型 那可以 讓她那邊水做一點 那用水的畫面 這個比較舒服 效應比較 弄快一點 造型方面 造型師還是以加強氣質為主 粉紅色的露肩上衣加上短褲 換完妝的景榮更加青春洋溢 拍第二套時 景榮緊張的心情緩和許多 知識的揣摩也很到位 好 好 你的 只要用右手撐腳 左手放鬆 不要看 對 深呼吸 身體顆粒稍微點緊一點 一點點就好 過來一點 好 緊張放進 我們要發開 對 這套的肢體表情 在工作人員一旁的協助下 攝影師很快的 就捕捉到景榮最美麗的畫面 今天第一人就拍出如此美艷動人的照片 黑人隊來勢洶洶 其他兩組要小心啦 剛才看到了南門市場的畫面 接下來請大家到我們北區 到市東市場去看看 想看看這個市場 到底改建的是什麼樣子 這個市場目前從視覺上看來 跟你剛剛的南門市場 其實不會超越太大 有規劃的 一樣是應有盡有 而且非常的井然有序 看一下市東市場 非常溫馨的畫面 請看 我決定了 這次我再輸的話 我就先 我就先出國了 我不出國一趟三三星呢 我想我沒有能量 我經不起再輸的家這種恥辱 我不相信 連翻了兩次 這種事情落在我身上 我就從這裡出發 我告訴你 我不能再輸了 這一戰 我要有 坐二望一的權利 再笑我第三名啊 再想吃我的香辣蟹啊 沒機會了 我告訴你 我找到這一個人 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我找到這第一個人 你看好 我不用找這麼多 就是他 走 請問 有最好吃的Toro嗎 有 沒有 我跟你講啊 不是 我們要吃的再長 先弄了 沒吃了 沒吃了 又在吃東西 我們要吃的再長 這個吉利啊 吉利如果沒有 你怎麼樣找到對的對象 剛剛才信誓旦旦的說一定要贏 沒想到一踏進市東市場 陳哥立刻被這家日式料理店誘惑 完全忘了重要的尋人任務 津津有味的吃起美食啦 像這種喔 這種喔 這樣真的薄薄的一層就好 薄薄的一層就好 越少越好 你太多的話呢 這比拇指粗喔 你看這個頭 看這個頭有沒有 比我拇指還粗喔 你看看這隻整隻 他也太多了 好像吃到甘蔗 騷中我 騷中我了 真的好 吃了再上 再吃 好啦 吃了再上 好不好 我這一照我就讓你知道 坐而望一師 我的全力 陳奕隆 黑 黑人 滾 憲哥 你踏進市東市場這半小時 除了吃一個老闆娘都沒找到 你還敢嗆聲 快點去找人吧 我們有一個節目叫明星開賣了 幫素人改造 拍到一個最美的照片 這是我嗎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希望是我 真的假的 可以嗎 你想到吃飽喝足的陳哥 非常幸運 立刻找到第一位美照候選人了 可以喔 我們有個單元叫做明星開賣了 讓素人改造 你看過那個節目嗎 有 你想不想 南非 南非啊 他在非洲出生的 非洲 你南非到華僑喔 對 願意嗎 可以嘗試看 謝謝 我也姓曾 不要再找別的 祕密武器就是他了 他姓曾 怎麼可以公私不分呢 我們還是要遵照嚴謹的嚴選程序 迅速發現兩位改造人選 巡人任務好像順利多了 但沒想到陳哥 又開始忘形的逛起市場啦 你們這邊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饅頭是什麼 對 這什麼口味 這菜包包高麗菜的 包高麗菜的啊 對 那些真豐富 你看啊 要吃什麼呢 要吃什麼呢 妳是不是老闆娘 妳是不是老闆娘 對 妳是老闆娘 請的 人家請的 老闆請的 好吃 那幾片給你們吃 我說要買嗎 不用啦 這什麼 甜不辣 這我們家招牌的 糟糕啊 東西這麼多 你是來說謀護廢的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 你不是太招牌 對啊 你好像那種地頭有沒有 地頭蛇 流氓 然後每一攤收東西這樣 我告訴你們 這個我改造成功的話 我就是 年度冠軍 今天你們輸定 就是他 我改造成功了 你們兩個就等著哭完了 各位 一米武器就在我身後 請看 阿姨好 阿姨好 神哥 你就別鬧了 人家阿姨才沒答應你要改造呢 你還是腳踏實地認真找人吧 記得 尋人 藥物 守則第一條 問當地人 看那個寂寞的身影 不好意思 你是那個 真帥哥 本人的電視台還帥多了 這麼帥 鷹挺 在市東市場裡面 我想找到一個五官非常明顯 非常突出 很好改造 有沒有這樣的人 我是知道說 我們這個市東市場 有一個叫小林志玲 賣給 氣之處長 你告訴我人在哪裡 小林 什麼小林志玲 難道市東市場 暗藏智玲姐姐的接班人嗎 快點去看看本尊相似度有幾分 她叫什麼名字 叫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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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好 聽說 對 你有小林志玲的稱號 沒有 你這家店跟你的關係是 沒有 就老闆 朋友我認識 他是工讀生是不是 是 一定要老闆娘 對 就說你別只顧著吃 快點認真找人 啦 我有一個節目叫明星開麥拉 你知道嗎 把素人改造 然後拍得很漂亮照片的那個 可以嗎 沒有空 不好意思 沒有空啊 你好 妳算老闆娘嗎 我不算 這位才是 那她是 那她是 她是我大姐的女兒 大姐的女兒 她這樣 為了搞不好她也會來賣素食 她是不是 為了老闆娘的肯 對 對 是不是有聊的空間在呢 快告訴你 不可以 她不算老闆娘 晴明哥 你就別再凹了 我們的把關標準 可是很嚴格的喔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我在找你 我們明星開麥拉這個單元 你看過嗎 OK 我要改造一個人 我們現在呢 跟陳淀洲啊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你願意幫我嗎 對不起 我可能嚇到你了 我不夠誠懇 我再一遍 你願意幫我嗎 好 願意 漂亮 問題是妳是老闆娘嗎 不是 老闆娘變了 接二連三的老闆娘 不是沒有改造醫院 就是不符合標準 陳哥也開始跟著緊張 著急了起來 就在她開始慌張的時候 卻以外發現了一個新的目標 這一間賣 賣麵線賣豆類的 對 豆花 我說真的 這個店 這是重要關鍵性的題目 這個店 是不是妳開的 是我開的 漂亮 這不能直 怎麼這樣直的 這不是涼粉嗎 那要直的 你看報紙上這樣看 每一個照片都拍得這麼漂亮 有沒有 有沒有 妳覺得 妳有沒有想過 妳這輩子 有可能拍這麼美的照片 沒有 沒想過對不對 妳願意幫我 當我的口袋名單 好 給我握個手 好不好 好 開玩笑 Yeah 妳不是賣豬肉的嗎 對啊 我賣豬肉的嗎 我不是就賣豬肉的嗎 對啊 我要找一個人幫我 妳覺得妳OK 妳覺得怎麼樣 不行啊 我覺得很OK 我覺得很OK 她又很清秀 很餓 妳要不要幫我 不要 我覺得妳好 妳覺得妳不好 身材賴差 不會啦 陳映龍唯一的優點 只是比他瘦而已 他比陳映龍美多了 我說的 怎麼樣 看來陳哥很喜歡這位豬肉攤老闆娘 即使老闆娘改造意願不高 陳哥還是不放棄 希望能夠說服他 你去找別人來 老公 你好 聽說你在睡中頭 上面 上面 他睡著睡著 老公在上面 老公在上面 他上面是他的床耶 他有沒有看到一個改造素人的單元 那是他老公嗎 他老公啊 現在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覺得 你知道你有看過一個 改造素人的單元嗎 有沒有 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題目 這一集的題目是 菜市場老闆娘 要不要幫我 因為我要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找一個 他OK都好 OK 他說OK啦 睡了,你可以繼續睡了 陳哥在市東市場打轉了半天 總共搜尋到這四位 理想的改造對象 求勝心強烈的曾國晨 最後決定選擇豬肉團老闆娘 他能順利讓陳哥 品嘗到勝利的滋味嗎 超誇張變身 全場傻眼 樂半天 上 真的有點像陳一蓉耶 陳一蓉耶 哇 哇 哇 睡在上面是什麼意思啊 對啊 今天真是不容易 因為他身高啊 才152 可是體重喔 體重就有51喔 所以他整個就是 你知道嗎 他老公睡在上面滿牢固的耶 他不講說 他老公看一下 我根本不知道上面有藏的人 萬一螺絲之後 他切就砰 砰 他更厲害的是 他嫁給他啊 從不會到會 反正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現在馬上我要把它介紹出來 各位先生 歡迎他的老公跟我一樣 姓曾 曾先生歡迎 曾先生 請問告訴我們幾公斤重 110 你們是所有的 就是市場每個攤位的上面 都有那個床嗎 都可以睡嗎 沒有啊 沒有 我特別設計 特別設計的喔 她的這個老婆呢 基本上跟她一起接手這個豬肉攤 豬肉攤是家裡傳下來的 還是妳做的 家裡傳下來的 老婆當初 妙的是 她是做珠寶 她說賣珠寶 我就賣豬肉 你看這落差大不大 都是豬 可是都有個豬子 都有個豬子 就是她怎麼樣認識 然後怎麼樣被願意嫁給他 而且賣豬寶跟賣豬肉 差別太大了 對啊 聽說你非常的心疼 他有受過傷沒有 每個都嘛 有受過傷啊 每個 你每個老婆都有受傷嗎 每個人啦 每個人賣豬肉都會受傷的意思 切到手會不會 對啊 而且聽說這個 因為他長得太年輕了 會不會碰到一些騷擾的問題 像剛剛那個有沒有 看到那個賣南北貨的 我在那邊有人敢騷擾 對啊 沒有啦 騷擾完了你才行 就算他老婆一個人在顧 他也沒有人敢 他總算拿那隻豬刀那麼大隻 對 對啊 其實那天我們看他剁幾個豬肉 很溜溜耶 而且他一定很準 一刀就是幾斤這樣 當初問你怎麼說服他 從那個賣豬寶到賣豬肉 對啊 他怎麼說服他嫁給你的呢 因為我有甜言蜜語 就是 我用心動讓他有感受到 然後願意嫁給我 你做狗杯的就對了 當然喔 步動性很強 你跟我來一下 這個位子就是你看照片的地方 向後悟轉 豬肉攤老闆娘即將化身成為什麼 性感睡美人 是穿睡衣嗎 好 是不是睡衣應該是呢 一、二、三 真的有點像陳怡龍耶 好聰明哦 好聰明哦 真的有點像怡龍嗎 怡龍其實有點像,你自己看 有點像 好像有點像 神韻 我的媽呀,性感睡美人 老公 你說話 你現在跟我說什麼話 他想要說什麼話 去說 其實還滿…真的滿好的 這邊請 看一下評審怎麼說好不好 我其實覺得很驚訝的是 他的表情 好誘人喔 很魅 對啊 他有一種很奇妙的滿足感 對 他的眼神也有一種召喚 對 就是好像在跟你說話 就是 趕快來 對 文哥,我覺得今天你會贏了 對啊 這整個打開就超驚訝的 難怪我喜歡你 只是我不好意思說而已,OK Kevin 快,我要聽你的講話,快點 我先說這張照片真的拍得太棒了 哪裡最棒 如果這張照片拿來當成寫真集的封面 我告訴你,在日本一定會賣翻300萬本 300萬本 對,因為所有的男人就會猜想 這條床單下面蕴藏了什麼樣的秘密 你會想把那張床單慢慢的拉下來 套句NO哥剛才說的 松露又出現了 松露是成年的 絕佳的這種高級食材 這個松露如果輕輕的撒在那種 苦苦的72%的巧克力上面 你知道那種香氣,那種濃郁的感覺 在你的口腔裡面完全化不開 72%可以告訴我是什麼東西嗎 72%的巧克力帶點點苦苦的 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歡吃 它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跟那個松露整個感覺黏在一起 化不開 這時候我就不幸連講到他們的職業 對,我覺得它像一片薄薄 薄到透光的松板豬肉 松板豬 在滾水輕輕的算兩下之後 拿起來在裹上一層薄薄的豐糖 那種感覺Oh my God 豐糖 你可以感受嗎 有喔,我在澳門 入口即化 我在澳門吃過 真的 彈牙爽口 完全跟剛剛在那個攤位 那個老闆娘是截然不同的感覺 非常國際 吃不到過海香拿蟹 我覺得拍得太自然 有沒有結婚前的感覺 有啊 馬上歡迎今天性感碎美人的這一位 長得很像明星臉的這一位 賴怡文小姐,歡迎 豬肉攤老闆娘現身 美到爆炸啦 很漂亮耶 漂亮 你讓我太有面子了,你 陳真,你還說它是一團小肉球 它是兩大團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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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太有面子了,你 陳真,你還說它是一團小肉球 它是兩大團 哇 好美 賴怡文,我到現在知道你姓賴 你值得信賴 而且 一個姓真的 取了一個姓賴的 真不賴的 太好了 太好了 陳真 陳真,你還滿得意的喔 聽一下她的聲音 跟大家用力問號一下,來 大家好,我是怡文 她是怡文,好不好 婚前婚後工作呢 真的是差很多,對不對 你這邊寫說 你從賣豬寶到賣豬肉 這我不太相信 真的賣豬寶 真的賣豬寶 什麼原因啊 你是家裡賣豬寶還是跑去工作 是賣豬寶 工作賣豬寶 那怎麼會認識賣豬肉的人 爸爸的朋友介紹的 爸爸的朋友 那是一種相親的行為 對 那你們結婚七、八年了 對 沒有啦 她沒有長這樣嗎 她是嫁給你之後 她是娶了你之後才自暴自棄的吧 沒有啦 是慢慢發福的 慢慢發福 對 她結婚前後是不是差了十五公斤以上 對 那就難怪啦 她其實應該也是一表人才 有的怎麼取得到她 老公剛剛看你的照片 說已經有結婚前的感覺 你就知道你多美了 對啊,結婚前比較瘦 當時她真的有點為難 她是說你找不到人再來找我 後來我是 你剛剛看到我找到老公是第二趟 第二趟再過來說服她的時候 那你要問我老公 你知道 結果她老公在上面我想 這麼年輕 老公都不在了 你知道嗎 你以為她比上面已經在天下 因為我也沒想到上面跟你睡人 我想看到你自己 看到自己年輕時候的樣子 八年前的你 好不好 大概跟陳怡龍長得很接近 要有心理準備 深呼吸 請回頭 來… 你好 是的 你們那個時候在想什麼呀 太感動了 感動 為什麼 因為拍得真的很好看 拍得很好看 對 誰看得出來已經生了三個孩子 三個小孩有來嗎 那三個是你呢 長得真相 排孩子來了 來… 你好… 妳說什麼 弟弟弟關頭 弟弟弟關頭 關卡關塔 好可愛 我相信弟弟一定是老妖 而且是說什麼變成名 生了一個女兒 兩個女兒 說什麼都要生個兒子 是不是這樣想 一定有一點這個想法 都有啦 一定有嗎 但是也有跟爸爸講說 第三個努力過來 還是女的就沒辦法了 就算了對不對 而且八年了 然後結婚節的澡 成家立業的澡 所以一家幸福和樂的五口之家 這個畫面是非常感人 來 請看第二張美照 馬甲 是的 吹孤雞 剛洗完澡的感覺 好想生活耶 世界有好 妳喜歡哪一張 我們在交易嗎 我們還沒有評選 等到最後了對不對 只要你看那兩張 一張這個黑的 剛剛那一張白的躺床上 我相信啦 今天我真的有面子 我也相信 我現在已經看到了評審 給我很多支持的力量 而且 她旁邊是婆婆是不是 旁邊啦 上面的 那是妳的爸媽 對 妳的爸媽 我看她們從頭笑到尾耶 對啊 很高興 那媳婦怎麼這麼漂亮這樣 在交易哪一張 睡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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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八年前的妳 重現江湖了 好不好 來 給她們鼓勵鼓勵 非常幸福的一家人好不好 爸爸帶了三個小孩來回座喔 怡文自從嫁給老頭後 忙碌的生活 讓她幾乎沒有化妝打扮的機會 姐 妳看一下有沒有喜歡哪一種 粉絲 妳看 沒有啦 我翻這件是比較over啦 妳 裡面一大堆都可以看啦 我們就喜歡翻這一件啦 沒有 老公個人是要這個 看著照片裡 model性感的姿勢 個性害羞的怡文 開始擔心起來 女兒也陪同怡文前來替她打氣 造型師替怡文化上艷麗的彩妝 希望顛覆她平時樸實的造型 換上貼身的服裝 保守的怡文似乎有些不自在 而且重心是往這邊上 等一下 好 來吹一隻 鬆起來喔 然後腿的上一個 有點省喔 想像老公在這身體 對 所以突然吹乾 跟老公去約會了 別走回來一點 我們希望怡文能藉由手拿吹風機 呈現女人吹頭髮慵懶的性感 想起和老公平時的甜蜜 怡文也露出幸福小女人的表情 相信怡文的老公 也沒看過如此性感的她吧 第二張美照 攝影師讓怡文坐在白鏡的床上 你把這隻手往後 對 對 對 腳要放鬆 快一點回開 下點船 下點船放鬆 對 我把他放鬆 我把他放開 有點動 我跟老公講說 不要再吵人要睡 早上工作一整天的疲憊 讓怡文頻頻打哈欠 我把他放鬆 放鬆 我把他放鬆 就現在看這裡 好 手要摸好 好 腳再去起來 抱住 對 你給你攻擊 這個不行 你再轉過來一點 好 我把他放鬆 我把他放鬆 就現在看這裡 你看 你再轉 再轉 好 你都不要理他 就先來給我 你不要理他 他自己放鬆的 你都不要理他 怡文努力打氣精神 展露出最美的一面 老闆娘的驚人改變 是否能為澄澄哥獲得勝利呢 你現在感覺好像氣勢高漲 對 沒有 沒有什麼 他有氣勢沒有 我不會這樣想 做節目嘛 要的就是一個好的效果 兩組人要選出好的 真是不容易 好不好 我們評審準備要選出 還有一位 所以看一下第三組呢 你覺得他已經放棄了嗎 我其實輸了那麼久了 我今天只有保守的要求 我只要不是 這很囂張 好不容易 最好的良藥 在哪一個市場啊 陳怡蓉 泳村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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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泳村市場呢 這個傳統市場 應該就不是屬於空調的那種 完全不是 是真的很地區的那種市場 地區的 對 東區 地區的傳統市場 發生了什麼樣的奇遇 一起來看看 超強改造魔力 全場驚呼連連啊 好美哦 對 他的皮膚好棒哦 我好訝異哦 好訝異 非常的漂亮 今天是要來菜市場 找菜市場的老闆娘 其實菜市場老闆娘 他們非常的辛苦 一年360天 有365天在工作 所以每天呢 找出碗龜 然後就是為了那個家庭 為了那個事業基金 但是其實還滿難找的耶 因為其實菜市場的 他們一天到晚在這邊啊 都沒有在打扮 所以我們要找他們 我們要給他一個就是 很漂亮的那個 一張照片 今天怡蓉來到了 位於台北忠孝東陸及 虎林街口的泳村市場 他能在這裡找到什麼樣的 改造對象呢 嗨 你好 我叫陳怡蓉 然後那個 我們是中日大聽財 你是水果灘喔 對 現在有一個節目就是啊 要素人大改造 然後這一期的題目就是 要來菜市場找 菜市場的老闆娘 你有沒有興趣要改造一下 改造一下 就其實你看喔 他的鼻子是鼻子 嘴巴是嘴巴 所以而且他的皮膚還不錯 你就是常都喝自己的果汁 那你作為貝克的好不好 好啊 這怎麼好意思 或是 我真的都喝了 他的皮膚也會變髒 真的 你好豪邁喔 這麼一大根就進去了 從我賣果汁 好好喝喔 這一杯多少錢 一杯都六十 六十 對 真的菜市場真的很划算對不對 那要不要試試看改造一下 真的嗎 可以嗎 真的嗎 謝謝... 群人一開始 一用就順利的在這間 乾賣果菜市的攤位 找到這位 願意接受改造的老闆娘喔 我們一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來 請請請 嗨 妳好 你好 你好 阿姨啊 妳好 那個賣魚賣多久了 賣魚差不多五年了 真的喔 對 我有一個很長久以來 就想問的問題 對 就是我一直分不清楚 這個跟這個是什麼 一個是花枝 一個是透抽 哪一個是花枝 這個是花枝 對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 看清楚我們了嗎 不要再將我們搞錯囉 那個女生是誰 那個女生 那個是我 我的表妹 表妹 她也在這邊工作嗎 對... 真的啊 一起出來聊嘛 那妳平常 表妹平常都是這個樣子賣魚嗎 然後... 平常都是啊 那妳想... 算不算這裡的菜花 菜市場吃花 我是要好的菜花 菜市場吃花 菜市場吃花 算不算 不算嗎 但我朋友都看到了 她最正耶 真的嗎 可是表妹真的就缺打扮 對啊 表妹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你看 問題就出在這裡啦 沒有... 你沒有男朋友 那幫打造一下啦 今年還沒嫁 今年還沒嫁 不要 我會愛吃 好啦 考慮一下好不好 好... 考慮一下好不好 緊接著這位外表清秀的 魚飯老闆娘 也在宜容的鼓勵之下 願意接受感動 又有人... 嗨 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包子賣多久了 二十年了 二十年 三十年了 所以包子好吃嗎 很好吃喔 我不相信... 那妳試試看嘛 好啊 中計了 我要...我要饅頭 我拿不到 我拿不到 你出來一下好不好 拿出來了 我... 我好想吃喔 中計了 我不讓你走 請問一下 我試試看好不好吃 這邊照得到嗎 還不錯耶 老闆娘 你笑起來好可愛喔 你當初吸引那個... 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整個就很漂亮 整個就很漂亮對不對 還可以更漂亮耶 而且嫁你之後 是不是都一直這個樣子 對啊 都這樣 都沒有看過 那個還真的媽媽的 真的嗎 保持得這麼好 這位包子店的老闆娘 也終於敞開新房 答應成為移用的改造人選囉 而接下來的幾位老闆娘 則因個人因素過 過於害羞 不願意接受改造 三十九 現在很好 收三十九 有一個... 有一個好像還不錯 還滿花俏的 阿姨你好 你好 這是你的頭髮嗎 這個不是 這個是小朋友的頭髮 真的啊 為什麼你要戴這個啊 戴這個是一種特色 很特色耶 好適合你 因為我是賣飾品的 人家就知道我在賣飾品 好在有哪一個 哪一個攤子的那個阿姨很正的 很順 很順 很正 這個 來啦 好問題 好問題 好 你要是要給人家做什麼生意 對不對 不然你把你... 有兩千歲 兩千歲都說過了 好 謝謝 謝謝 裡面好像很多肉飯 我們去看看有沒有適合改造的人 好,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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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這總是搭精采那個 素人改造的單元 然後我們就是要在這個 真的 你會害羞啊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那個貢丸怎麼賣 請問一下貢丸 我會買貢丸 你會代價我嗎 你害羞啊 這位貢丸店的小老闆娘 也因為過度害羞 不管怡榮怎麼說服 還是不願意接受改造 好厲害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剛剛那是什麼 小孩又吃到了,你要不要給嘛 那你聽我的 你 這是什麼 好厲害,還有一點 這叫什麼東西啊 白紙 對啊 有什麼東西啊 有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白紙 有變毛啊 好 看清楚啊 白紙 好厲害哦 好厲害哦 再變回白紙 可以嗎 可以 要看清楚 看清楚我就跑起來啊 這是什麼 直 要看清楚啊 好看清楚 要變囉 要變囉 有變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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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元 這個歐元 歐元 歐元耶 真的變歐元耶 真的變歐元耶 伯伯,你怎麼那麼厲害啊 不能裝進去 伯伯,好精哦 不能裝,對不對 好啦 好啦,好啦,謝謝姊姊姊 對,拜拜 菜市場裡面真是肉腐腸 這樣的旗人都有 會... 感覺又看到一個正妹喔 哈囉 這樣坐好,比較好 我想請問一下 不好意思 我是那個中日大金菜的那個 主持人叫陳余蓉 而宜蓉也在這間肉乾的攤販 找到這位年僅28歲 答應接受改道的老闆娘囉 最後姊姊總共在台北的詠春市場 找到這四位 願意接受改造的菜市場老闆娘 最後姊姊決定選擇第一位 答應接受改造的裸菜吃老闆娘 她能夠成功改造 幫姊姊再度贏得優勝嗎 看來這詠春市場其實還挺大 對,而且這整個規模 應該搞不好 比我們剛剛看到的都還大 因為它在室外 涵蓋的範圍更廣 對,好幾條巷子呢,我看 在巷弄裡面都是 爺爺跟你的互動 還算是真的是精采 他真的是這樣把錢變出來 對 也算是那菜市場的奇人就對了 對 所以你現在跟確定名單 就是那果汁攤 對,果汁攤的老闆娘 來,來看一下 今天的果汁攤老闆娘 陳巧萍小姐 她的朋友美容姐 好,來掌聲歡迎美容 有沒有看到遠駕來台 從別的地方嫁來的嗎 對,她從大陸過來的 對 據你側面了解 她是滿辛苦的,一開始 對,她算是滿辛苦的一個女孩子 自己每天早上 要很早很早就起床 然後要來打理這些水果 然後要來清洗 一定要洗得很乾淨 那些全部都要自己一手包辦 對 他老公人耶 對啊 不存在還是不在 走了 所以變成說 當我知道了他的情形 我就變成對他就更加的關懷就對了 你真是善心人士 台灣的新住民 新住民,當然是新住民 常常要關心一下 難怪你看起來慈眉善目的 謝謝 你跟他算是多年的好友 緣分 今天絕對也是緣分 對 看我媽拍得有多漂亮就好 好不好 來,請那邊 跟我走 謝謝 馬上就來看看我們的 蔬果汁老闆娘要化身成為 性感有物 有沒有可能 準備 1 2 3 好不像耶 好美喔 她的皮膚好棒喔 美容姐 美容姐,妳非常的興奮 妳在那個角度看到了什麼 告訴我們 我好訝異喔 好訝異 非常的漂亮 訝異 最讓妳訝異的是哪裡 哪個部分 整個身材 對 通常它都包裹得很好 平常它都包得滿滿滿的 來,一展 您覺得這個蔬果汁老闆娘 性感有物的感覺變化 有沒有那個效果 謝謝 我覺得我來參加櫃節目 我看到的不是這個層面 剛剛腦子裡都一直有一首歌 正經一大一哥的那首歌 Gay Out 唉唷 我看到的是這一面 我覺得一個女人 怎麼可以偉大到這樣 不管她是單親 或者是已經結婚 那 像剛剛珠寶商的 或是 原本不是從事這個行業 你嫁到這個家庭之後 對這個家庭的奉獻 我覺得好偉大 這不是只是上面的照片可以去比例 因為像剛剛那個 就是大姐講說她的故事 可是我看那個資料上的照片 她其實 她的笑容是看不到她背後 她是非常樂觀的 對 就是她的笑容看起來是很樂觀的 對 所以突然看到這樣子 我覺得好 好 好不習慣喔 然後她的皮膚好好 而且妳皮膚好棒喔 對 開玩笑 開玩笑 我們的改造團隊 因為腿漂亮的只有你們 對不對 我一直在看照片裡面的她 跟剛才畫面裡面的她 真的 你真的很難想像她是同一個人 整個讓我聯想到是一顆 我覺得珍珠是一種寶石 而且它的色澤的圓潤度 平滑度 絕對是天然高級珍珠 而不是氧質出來的 來 讓我們來聽聽低俗的說法 來 NONO NONO 對 就是妳 就是妳 對 妳說 因為她是賣蔬果汁的 所以妳的想法是 妳的聯想到 在一片寧靜的水稻田裡 突然冒出了兩隻 潔白的腳白筍 腳白筍又成美人腿 妳看她皮膚 那個腿的那個有沒有 曲線 那個光澤 感覺好像兩隻腳白筍 淋上了淡淡的鮮奶那種感覺 有沒有 瞬間放入果汁機攪拌 腳白筍加鮮奶 腳白筍加鮮奶 白筍有果汁機裡面攪拌 不夠太冷了 蔬果汁非常的棒 六度讚 謝謝 我們要請到本尊處來了好不好 歡迎這位我們的新住民 非常非常可人的這一位 叫做巧平 歡迎 歡迎這位我們的新住民 非常非常可人的這一位 叫做巧平 歡迎 來 歡迎妳 歡迎妳 妳好 妳是大陸 妳在內地的哪一個省份的姑娘 福建神 來 麥克風 麥克風來 福建神 福建神啊 對 福建神啊 對 所以講台語都OK了 會講福建神嗎 剛來的時候不會 現在會啦 現在會 我不知道我撿到飽了耶 妳撿到飽了 對啊 因為她那天真的包得全身緊緊緊 我不知道她身材這麼好 妳來台灣這樣子啊 其實蠻辛苦的地方 對啊 這很辛苦 妳 妳怎麼了 沒事 慢慢說沒關係 因為妳可以藉這個機會 讓大家了解 其實妳們內心有時候 會碰到一些痛苦啊 對 辛苦的地方跟別人是不一樣 對 妳的小孩多大了 讀一年級了 小學一年級 對 然後現在是妳一個人在照顧她 對 辛苦妳了 可以講一下嗎 就是妳當初來台灣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還好啦 還OK 剛來的時候比較陌生 嗯 那開始變化的時候是 老公 那 因為我懷孕他們是四個月 哇塞 真真又生病 所以她很早就必須一個人 撐起家計啊 對不對 擺那個蔬果灘 擺了多久了 擺了六年 擺六年 對 就在那個地方 對 一開始擺應該就是還滿困難 對不對 對 剛開始因為比較辛苦 聽說有些 有些客人從這個陌生到熟悉 還有每天可以給妳 每天固定包十杯的啊 有啊 有這樣的客人 有 今天這照片麻煩大了 麻煩大了 有很多人想要跟妳訂果子之外 想要約妳 妳來看一下妳的照片好不好 好 先看了 看看陳前中去那邊 來 來看看妳今天非常性感的照片 相信妳是妳這六年來 從來不曾想像過的畫面 請回頭 六年了 六年了 辛苦的工作 我們用照片來回報妳 妳現在有張這麼漂亮的照片 謝謝大天 妳喜歡嗎 怎麼樣 感覺如何 感覺很好 很好啊 對 有沒有像妳年輕時候的樣子 有沒有比結婚的時候還漂亮 有 有啊 真的 有 非常好 來 往這裡來 陳映勇妳是也覺得妳挑到的是 極品對不對 對啊 真的 還有我們的第二張美照 好 第二張照片會有截然不同的改作 來 請看 唉唷 看了一個白的 看看 打上看一個 對 好漂亮耶 這個好 唉唷 那水蜜桃姐姐的感覺 妳本身都是可愛的耶 對啊 很可愛 這個好啦 這個 妳喜歡哪一張 妳喜歡那一張 妳喜歡躺的還是這一張 對 這一張會比較勾引人的樣子 勾引 勾引 這張比較勾引 好啦 也謝謝美容姐她的辛苦付出 謝謝 謝謝妳對她這麼好 謝謝妳 平時忙於果汁生意的巧萍 沒時間在自己的外表上下功夫 一個人必須要照顧家庭跟工作 辛苦的巧萍 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來打理自己 很少 很少 差點 對 我打扮你的口紅畫一下 就出門了 就出門了 對啊 造型不奔 造型師特別加強眼妝 讓日夜辛苦的巧萍 看起來比較有精神 同時也幫她的頭髮上捲 試著營造出高反差的感覺 火之霸老闆娘大變身 驚豔登場了 這套的拍攝 攝影師決定 與瑜伽的動作做結合 加強巧萍腿部的線條 今天照片放在果菜之前 前面 這個姿勢 雖然是躺著進行拍攝 但巧萍的腹部和腿部 都必須不停的用力 來維持美麗的線條 相當的不簡單 好 媽媽身體可以 稍微自己勁一下 讓腰是離開 屁股著地 腰是 對不對 姿勢很難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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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要為怡蓉搶得好名次 巧萍也忍著腿部的痠痛 拍出了這張 從一個單純的老闆娘 化身為令人彈為觀止的 性感有霧的美照 第二套美照造型師 替巧萍換上一套 黑色露背洋裝 髮型上也做了變化 我們替巧萍綁上馬尾 並且戴上帽子 讓巧萍性感中 又帶有帥氣的感覺 近代工作人員 教導知識後 拍攝工作 馬上就要展開囉 這套的美照難度在於 為了要讓巧萍的身體曲線 完美地呈現 巧萍全身必須不停地用力 你一直這樣 過來 你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過來 身體用力的同時 表情也不可馬虎喔 笑 微笑 微笑 微笑來喔 快點 方便 是 每一張美照背後 都有一段令人動容的故事 巧萍藉由美照 也可能想表達 他過得很好 他會讓日子過得更精采 本週的美照由 雜貨店老闆娘化身 氣質高雅千金 豬肉攤老闆娘化身 性感睡美人 蔬果汁老闆娘化身性感油霧 驚人大變身 誰能奪得美照呢 陳曉農 為我們介紹今天明星開拍的 獲勝是 我們從第三名開始 你決定 對 恭喜獲得第三名的是 一號 一號 陳錦榮小姐 雜貨店老闆娘 對 今天是一個氣質高雅的千金 為什麼她是第三名 因為我覺得她 因為她二十八歲 她本身就年輕 然後就是本身的質感就很棒 裡面年紀也是最新的 跟我們改造的團隊這樣拍出來 顯現了她差不多只有二十歲左右 今天不管怎麼樣 你都已經不是第三名了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突破 對 其實勝敗並加常識 其實我並不是在乎這個名次 在乎的是我們怎麼樣 把大家的故事忠實的呈現 真的嗎 不然再投兩次好了 等一下 來 賴憶文還有陳曉萍 往前站一步 來了 一個是豬肉攤的老闆娘 一個是蘇果攤的老闆娘 請站在黨制人旁邊好不好 我覺得強度已經有差不多的感覺 因為這兩位都很好實在 手心手背都是肉 是 你宣布吧 好 準備了 我們要恭喜的是 這兩週以來 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刺激 大家不分宣制 競爭很激烈 我這次真的要公布了 要公布 我要講主持人的名字好不好 對 獲得冠軍的就是 陳...陳哥 豬肉攤的老闆娘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他拍出來那個意境 最漂亮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是 二號跟三號一直拉去 一直平手...這樣子 我們剛才看到在VCR裡面 其實巧平看起來真的像 四十多歲的這種 真的很滄桑 對 就是很滄桑 可是看到他本人 就好甜 好年輕 看到照片真的 我們都說就最多二十多歲 那其實二號的這個怡文 你這張照片 我覺得攝影師整個的意境 再加上你本身條件非常好 這張照片即使一般的雜誌模特兒 都很難拍得出來 真的 所以我們給了二號一文 你們今天三位來啊 你們回家之後 你們的家庭一定會變一些變化 但是變化是好的 會起了好的變化 對 GINO最後總結 因為我也未婚還比較年輕 可是我看到熟女的魅力 就是原來是可以這樣子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覺得說 結了婚就自暴自棄 或是說我有家庭的 NO 你知道人妻的魅力還是非常大的 真的懂 再次恭喜賴怡文小姐 來 照片 這可以放豬肉攤了啦 三位非常非常美麗的人妻 應該都可以把今天幸福的感受 帶回去 這種美的感覺跟自己家人分享 是 好 當然我們今天七美竹馬 十二月八號正式上檔 今天四位評審雙生雙蛋 表現得非常非常的好 給這位好戲的即將呈現 鼓勵鼓勵 好嗎 眼前這個超害羞 超吐氣 超不起眼的女生 竟然是個樂團女主唱 開麥拉極力拯救 吐樂團有救啦 妖魔萬歲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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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搞笑 一個愛耍飽的古怪女生 同學眼中的超級魅力開心果 過天荒化身誘人甜心啦 這麼可愛喔 他在憂鬱嗎 抱哥在想事情 六個字形容他 哪六個字形容他 美到無懈可擊